好像连线到立法院 由于这一次台中夜店大火 是否现在要比照威尔康大火 当年这样状况来就责 行政院长吴敦毅 今天是表示说监察院还在调查当中 详细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林嘉宁 好台中发生大火造成了9死12伤 大家就责声音不断 还有包括了16年前发生威尔康C3D的一个大火状况 包括了当时的市长就是停止的状况 因此就有人就责说 胡适强是不是应该要停止呢 今天吴敦毅怎么回应 一起来听听看 台中地检署 在台中市的消防局警察局的配合之下 会查业者跟相关的人员有没有疏失 另外在政治责任方面 监察院还有台中市议会 也都分别会进行调查或寻打 从中一定会发现有哪些是法令面 哪些是执行面 哪些是业者的经营面 各种的问题 当然要分别查救清楚之后 就会有救者的这个情况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好目前监察院正在调查当中 所以说吴敦毅不愿意表示任何意见 但是包括这次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 就是因为隔音泡棉起的一个相关的状况 所以说今天王金平他也表示 因为他是益销总队的队长 他表示说这个泡棉真的是要来修法一下 泡棉它那个不是属于所谓的建材 它不是建材 但是可能把它当作装饰品 而且有佛来引燃才会烧掉 所以这个方面有带专家 再详细的再进入检讨一下 看怎么处理 如果有需要修改相关的法规的话 那当然消防署要提出来 泡棉被累归于所谓的装饰品 而不是建材 所以说未来可能要修法 他包括内政部也要修改消防法 研定说相关的娱乐场所 不能使用明火表演 所以现在我们就干脆从消防署 给他一个普遍的法言 包括婚宴也要进去 婚宴这种餐厅的上菜秀 也是禁止用 好你现在中央未来要修改消防法 就是说未来娱乐场所呢 不能够有一些明火的表演 立法院最近请你取播